我小时候也看到过会走的星星,当时还拿出来一个望远镜,仔细观察了那个东西,因为这个会走的星星飞行得很快,望远镜看的时候,收斗看不太清楚,但是隐隐约约觉得是一个什么机械一样的东西,有能有脚的,亮着黄光,隐约夹杂着一些红色,光的颜色会有变化。 当时的伍觉得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UFO,一度非常兴奋,逢人就说,但是后来才知道,这颗会走的星星速度均匀,轨迹单一,1689是一颗人造卫星,实际上,卫星轨道比较低的时候,只要天气状况足够好,那么卫星反射的太阳光,是可以被地面上的人用肉眼观察到的。 其实晚上晴朗的夜空,看到的一栋小星星,大多数是飞机,主要是客机,现在几乎每天都能看到,一闪一闪从天际缓缓划过,远一些的,就只能看到一闪一闪的小星光,近一些的除了看到白色的灯光,还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小红灯和小绿灯。 但还现在,我们很少会见到这样的情景,其实并不是我们看不见,而是我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。 哪有小时候饭后,仰望天空的行情意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